关于媒体报导核二发电机线圈更换一事 台电今天提出澄清 表示发电机线圈更换确实有其必要 驳斥所谓专家说法 并且强调无研究机辐射外泄问题 基于核能发电的安全 核能澳厂有必要更换发电机线圈的工作 根据国外的经验 不管核力核能机组 所有发电机假如运转30年左右的话 都有曾经更换发电机线圈的这方面的案例 那核能澳厂在上一次大学的时候 的确发生线圈部分有些微的故障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安排规划 发电机线圈重换的一个工程 那两部机大概要花24元左右 那这一部分外界一直在质疑 是不是跟研究有关系 事实上一点关系都没有 核能澳厂距离厨艺期间 有5到7年的时间之久 所以这一部分核能发电 还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电力供应的角色 同时假如损失一天的话 目前看起来大概有一亿元的一个 燃料的一个替代的损失 所以不管在核能发电的安全也好 或者整个供电的义务 甚至于我们经济方面等等 我们认为有必要来做核能澳厂产布机的 发电机线线重绕的一个工作 那至于媒体报导说 这一部分会增加核汇料 事实上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发电机是传统的电力措施 跟核导期一点关系都没有 绝对没有任何污染的情况 所以那位专家讲的话真的不是专家 也在此特别一个声明